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国宝档案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在中国历史上敢给当朝皇帝提意见的大臣并不多 唐朝大门豪韩玉就是其中之一 唐代史在唐宪宗的带头下 举国上下都忙着一件大事 韩玉却站出来反对 惹恼了天子 而韩玉被后人称为一位身有傲骨的文人 流芳百世 在今天中国河南省孟州 有一座韩玉墓 下面呢 我们就一起走进孟州 走进这位传奇人物 孟州位于中国河南省郊座市 这里北望太行山 南陵黄河 韩玉墓就位于孟州市西郊 韩玉墓原门是一座仿唐代建筑 门额提有韩元二字 在韩元建有一座想唐 也就是济献圣人先贤礼品的场所 据说是韩玉墓唐代初建时的建筑 历经多次翻新 仍保存着唐代风貌 韩元正中心处立着一座韩玉像 韩玉自退之河南河阳人 也就是今天河南孟州市人 韩玉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 古文运动的创始人 他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 宋代苏世称他文起八代之衰 名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有文章鞠躬和百代文宗之名 他一生留下了无数经典的文章 很多名句千古流传 韩玉一生很坎坷 他幼年特别不幸 虽然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 但是母亲在他出生两个月后 就离开了人世 父亲在韩玉三岁时也去世了 从此韩玉便由长兄抚养 在韩玉十三岁时 兄长又病死了 后来嫂子正式带着他回到了老家 韩玉的这个文章里边 从来没提过他的母亲 我觉得是母亲 同时他父亲在他黑小中就去世了 他是用凶少抚养成长 凶少的抚养 那毕竟和父母的父爱和母爱是有差 尽管他凶少对他比较好 但兄长也是英年朝时 他在一定程度是由他的嫂子抢他 所以说这种经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是有深刻影响的 可以说是否养成了他这种结要不实的性格 韩玉或许是过早的经历了生活的磨难 他从小就很有正义感 有一次他在路上走着 突然看到路上的行人都匆匆的躲避在路边 原来前面来了一行人 这些人是给皇帝献鸟的使者 他们趾高气昂 驱赶老百姓给他们让路 韩玉很是气愤 写了一篇文章 也就是他的名作之一 赶二鸟赋 文章中他说 行路的人要给鸟让路 难道人还不如鸟吗 韩玉后来在朝中当了大官 负责为皇帝撰写百官任免的命令 虽然进入了统治集团的上层 但韩玉仗义直言的个性没有变 甚至敢于批评皇帝 这还要从唐朝的一件大事说起 唐代史佛教圣兴 尤其陕西奉享法门寺香火最旺 这里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的植骨设立 每三十年开放一次 公元819年又到了火谷开放的年头 宫里的大太监杜英奇等人 极力劝唐宪宗将火谷迎到长安来 唐宪宗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就让太监杜英奇牵头去办 杜英奇命令沿途各州县 仪式要特别隆重排场 特别阔气 各地都要建祭台搭彩棚 杜英奇还四处散布消息 让大臣和百姓为寺庙捐款 而杜英奇则趁此机会搜刮连财 民间怨声载道 这一天适逢正月十四 宪宗案例造朝 这时的他还陶醉在大臣们的新年赞美声中 这时突然听到下面有人喊道 臣有本要奏 宪宗低头一看 只见韩宇双手捧着奏章表情严肃 宪宗心想 这个韩宇肯定又没什么好事 想到这儿 宪宗禁不住紧皱双眉 只见奏章上写着 剑迎活骨表 宪宗打开奏章看了两句 突然勃然大怒 啪就把奏章摔到了地上 宪宗愤怒地说 好你一个大胆的韩宇 阵营佛谷无人不赞 你却横加指责刀与枪颜 真乃是胆大包天 故意戏弄朕 来人摘掉乌纱 推出去斩了 话音刚落 御前侍卫就把韩宇压界起来 满朝文武大臣呼啦啦跪倒一片 其一声高喊 无主息怒 韩宇杀不得呀 宪宗说 韩宇奏折里说 佛教是东汉传入中国的 此前中国没有佛教 照样天下太平 而东汉以后的皇帝 凡是信佛教的 大都短命 这不是咒朕活不长吗 韩宇解释道 臣的意思是说 信仰宗教并没有错 但是不能因此让老百姓受苦啊 这时宰相裴度马上站出来说 两年前平定叛乱 韩宇随军参战 并多次献上计策 是有功之臣 请吾皇慈悲赦免韩宇死罪 县宗见大臣们纷纷为韩宇求情 只好说 隔去韩宇行部士兰之职 贬为潮州刺史 即刻上任 不得有误 韩宇带着沉痛的心情 离开长安 等他将要横穿秦岭时天降大雪 侄子赶来送行 他不胜悲痛 写下 左迁至南关市值韩乡的著名诗天 一风朝奏九成天 西边朝阳路八千 欲为圣名除碧市 肯将摔朽西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庸难关马步前 知如原来应有意 好收五谷张江边 还对这个事情并不感到好 这与他振兴如雪 这个主旨有相当的关系 就是他里面谈到了万死无恨 就是我为这个事 死了我也不遗憾 韩玉被贬期间 写下了烟飞愉悦四个大字 表达心中情怀 韩玉被贬到潮州 做了一件大事 就是为民除害 他听到当地百姓说 附近溪水里有鳄鱼 吃掉不少家养的牲畜 韩玉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听说鳄鱼讨厌硫磺的味道 就让人把熏了硫磺的猪羊投到溪水里去 鳄鱼吃了猪羊 受不了气味就跑远了 韩玉还写了一篇文章 还站在河边读给鳄鱼听 专家说 韩玉这篇文章当然不是写给鳄鱼听的 他一是想消除老百姓的味窃心理 二是被贬心理委屈 借训斥鳄鱼痛骂丑恶的势力吧 韩玉在潮州只待了八个月 但留下了经典名作《济鳄鱼文》 那么韩玉后来是如何归葬河南梦州的呢 这里还有一段故事 据说韩玉被皇上从广东潮州召回潮中 这时的韩玉已年老历衰 由于操劳过度竟一并卧床 而且日欲加重 他急忙换来家人说道 我要木行了 马老练草 人老练家 我一生尽在外地做官 死后希望把我送回老家葬入祖营 家人急忙被车 拉着奄奄一息的韩玉直奔河南老家 但是山高路远 韩玉怕自己挺不到目的地 于是他吩咐随行人员说 我一生颠沛流离 死后不想再受颠簸之恐 若能回老家葬入祖营最好 若是走不到老家 只要进河阳 死哪儿就葬哪儿了 别忘了 在坟前栽上几棵长安的柏树 我想念长安 公元824年12月 韩玉因病去世 终年57岁 人们按照韩玉的主托 在他去世的地方建起了木筹 如今在韩玉墓前 两株千年百树下 立着一道石碑 被称为 《韩寒文宫神道碑》 碑文是由韩玉高徒 黄辅提撰写的 记录了韩玉坎可的一生 如今 他成为这里最珍贵的文物之一 他和韩玉墓树立的许多悲客一样 记录着人们对韩玉的崇敬和缅怀之情 韩玉是中国唐代文坛的领袖人物 也是一位一身正气的政治人物 韩玉虽然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唐 但是现在中国的教科书里还有韩玉的文章 他的主张 他的思想 依然能够影响今天的人们 要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国宝办案官方微博微信 好 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他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窝囊 也是最幸运的皇帝 他为什么要将大汉四百年基业拱手送人 曹操为什么会将三个女儿都嫁给他 下期国宝办案 和您讲述中国东汉 最后一位皇帝 汉宪帝的传奇故事